字幕提供 MHK TV 香港六点半的首播 当然我不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但是这个节目整体都是由我负责监制 今天的首播 我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港六点半 究竟是什么的概念 葫芦里卖什么药 如果你刚刚进入MHK TV 和你看开以前不是现在做碧莉晚报吗 岳鱼不是客串碧莉晚报 只不过是一些节目的调动安排 碧莉晚报就会在他们自己的独立频道 BerryEveningPost.com 里面你可以看到 或者当你去 login 入 www.mihk.tv 的时 你在主页会看到碧莉晚报的 icon 你卡进去 现在我相信是大概六点半左右 刚刚已经开始了大概半个小时的节目 今天就是香港六点半的首播 其实香港六点半究竟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我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解一解话 顾名思义 我想很多香港土生土长的老友记 都知道六点半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 我做事永远都是咕咕怪怪 而且是咕咕咕的 六点半其实就代表很多 男士们最惧怕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举 其实香港六点半正正导出 香港目前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想熊斗斗气暗黄 都很难做到这个现象出来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有很多因素 就是在回归21年之后 香港每日预防 我们的情况 就是江河日下 很多问题都会出现到 而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我们的媒体里面 是很难再找一些真话 告诉大家 其实在网媒上 现在是最后的一个据点 我们希望可以说一些良心的说话 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资讯 不要令到大家迷迷茫茫 混淆视听 道听途说 说三道四之后 你就以为有些虚假的知识 或者一些错误的逻辑 令到你们完全迷迷茫茫 做人做得完全乌晒晒的 就不行了 而香港六点半 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其实香港六点半 是一个比较快速度 就是节奏很急速的 一个时事通息节目 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环节 有别于我们过往在网台里面的 一些时事评论节目 可能定时定后 一些固定的节目的主持人 就会坐定定在录音室里面做直播 或者解答订阅室里面的一些提问 每一天都会将当日最新的时事 或者一些政策 或者社会现象 国际的新闻 做一些评论分析给大家看 我们都会保留一些 大家喜爱的一些传统议题 希望都可以 会有我们的时事即食面 会跟大家讲一些最新的 香港或者国际的一些新闻 会给大家看 也都是一些独播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礼拜二日 亨利就会有三节 会跟大家讲一些新闻的分析 不同的 他自己的观点的一些东西 我们香港六点半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 香港网台的时事通识节目 我们会比较是一个 以杂志式的形式的方法去报道 以及去播放给大家去欣赏 其实香港的网台的节目 其实现在都很多的情况 偏向一些鸡精版 或者一些浓缩版的版本 大家如果去上去到YouTube 发觉都会有很多短的一些影片 就已经是流传在互联网里面 而很多的观众已经是习惯了 不看那么长篇大论的东西 譬如你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 他一个YouTube上升了 其实一分钟他可能看到好头 他就已经是禁止了 我反而希望香港六点半 会有大量的短的环节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希望可以以一个比较是 Fast Pacing 浓缩和精简 令到你每一晚的六点半 跟着我们给到最正确的资讯 最独立的分析 或者一些很关香港本土的一些 资讯和故事 会和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做香港六点半的一个原意 而今天我们就会是首报 我们也介绍一下 团队里面会有什么人 当然亨利是我们三晚的主播 大家如果有看开我和一个小朋友 Lano 在伊斯兰大百科之 香港少数民族巡礼 我已经和他培训了十多集 希望他也可以加入香港六点半的行列 继续可以发挥和发挥他在这里做主播的一个潜质 其他的 譬如会有一个叫做香港家长暴行实陆 就是由你熟悉的Victor 李深信的阴谋的Victor 他主打和大家说一些香港家长日常的 就是主要犯了一些错误 而令到我们香港的下一代 就是受苦受难 也有一位猛人 我们邀请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就是谢老四 大家如果有看过 曾经我在《蓝皮书》这个节目里面 或者《来不中西城说事》的节目 他都有上来客串过的 他就是很熟悉香港的港产片 因为他是曾经一个资深的电影制片 对香港的娱乐圈和电影制作 是基本上是一个活字典 为了邀请了他上来 加入了两个环节里面 会和大家做主持 而今天在星期一 接着我之后的环节 就是一个叫做《香港开麦拉》的节目 四哥做主打 亨利和Lano就去辅助四哥去做这个节目 大家如果对一些香港港产片的制作 很想知道多些 为何了解一下 做了一部电影的制作 会是怎样呢 那你就一定不能错过 逢星期一他们的《香港开麦拉》 这个环节就会分两节 每一集都会和大家说 一些不同的香港电影制作 我们除了星期二 有亨利会说一些时事的分析之外 星期三也会有佐敦兴 会和大家说一个叫做《左交诊疗所》的节目 这个节目我就很特意 很希望佐敦兴出生帮忙 扮演一些左交 讲一下大家现在的大爱包容 一些谋误各方面的事情 而我们也找了一个女的主持人 新晋的女孩子去帮助佐敦兴 去做这个节目 希望给大家一个换言一身的感觉 给大家 而Lano他也会负责和亨利和四哥 香港会有一个叫做PK世代 讲一下香港不同世代的人 对一些时事、历史 或者我们的喜居饮食 这么多年 过去由六十年代 去到现在千禧年之后的 2018年 大家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我这个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冲击 为什么香港现在会有很多 世代之争的问题出来 令到大家整天会有很多 废青、废青又叫人家废老 这样大家互相指责 是不是我们当中缺乏一种沟通 也都不清楚大家 其实在不同世代人的眼中 怎样看一些事情和情 令到大家的矛盾出来了呢 当然了 会有其他一些软性一点的 一些节目的设计 会和大家分享 例如我们有玩具篇的设计 我们也会教别人家居 装修的一些资讯 会给到大家 还有也有一个 我都挺希望大家 会继续捧场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邀请了一位 很好的年轻的中医师 张怀烈医师 他主打一个叫做 列大夫怡兰集症 很多的身理、健康的问题 都可以在列大夫怡兰集症里面 听听中医的角度 是为何我们身体会出现一些状况 而在中医里面 他们如何对症下药 如何令到大家 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吃西药不行 中医如何去帮得到你呢 有另一种方法 可以给大家一些意见 我们也安排了 总理来帮我们 做一个叫做 大东亚食评圈的节目 这是星期五会出街的一个节目 待会亨利 就会和大家说 我们连续五天的时间表会 那我就不细熟了 只不过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香港六点半的形式 就是非常之急速 轻轻地去的 每一天 都是很多不同的短的环节 加上一个主打 而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 如果有新的题材加入来 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环节 又会再继续加入每一天的时段里面 那变成了大家 不需要听死一个人说话 或者两三个人 连续说 几年几个月 都是他们说话 好像大家 都是这样 那三幅屁 网台节目 没有一些创新的方法 我告诉你 现在香港六点半 就是希望用这种方法 带给大家 而香港六点半 是会免费全部公开给我们的老友记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做呢 这个节目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很多人都劝了很多年了 你们的节目非常之有养分 知道搜集的准备做到非常之道家 亦都有很好的分析 令到我们可以开到竅 刺激我们去思考 刺激我们的想法 奈何呢 你们的粗口实在太重要了 有没有一些干净版给我们 变成了 你这么优质的节目 我们都不敢分享给其他老友记得到 因为你都知道 很多老友是结迹的 真的不想听粗口 但你的节目其实非常之有养分 其实我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一直都在这儿 希望捍卫着 就是说 大家都搞清楚 讲粗口和做坏人是两件事 有时讲粗口是一个情绪的发泄 令到你看到网台的节目 在感情上有一个宣洩出来 但是很多老友始终都觉得 讲粗口就是不合听 我真的不喜欢听 你要赶走我一大堆人 那怎么办呢 我都斗争了很久了 我都决定了 所以在香港6点半的节目里面 我全部是一个淨化干净版本 希望可以将一些知识和有趣的事物 故事 可以给到大家 那你会说 会不会跟低低DVB 或者其他一些传统媒体 有什么分别 做那些东西 可以告诉你 我们会绝对不怕得罪人 亦都不会温温吞吞 有那句说那句 我们认为是对的 就是照说 一样是插到别人认一认 一样是假扮到别人的声音 但是只不过是没有粗口 那意思 一于亦都没有面对 对就对 错就错 不喜欢就不喜欢 去到尽 不过没有粗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多些人更加了解 一帮从事网台 节目 不要我说违身 始终我们仍然未做到一个赚大钱 甚至无收支平衡的做法 但是我们很有一个热成 很有一个决心 很希望我们的节目 可以 给更多人看得到 了解一下 其实香港的媒体界 很多都是 老实说 做一些信息出来不到位 或者做一些事情出来 是有自己的目的 而香港六点半 整个团队 希望可以做得到 就是用心出来 给一些不同的资讯 有趣的新闻 读到的分析 令到大家 希望可以在知识里面 有所得着 有所增进 以及希望大家 同意我们的分析 希望刺激大家的思维 去思考 这个就有别于其他的节目了 我们就不会 罵到飞起 只不过有那一句 那一句 所以我们都会 在产品上 会和叼里晚步 有两个不同的路向 给大家去选择 大家也可以 如果找叼里哥 和林匡正 帮你们出口气 当然 叼里晚步 令大家看完之后 就非常舒畅 就像吃完喇叭牌 那样 就可以把你心中的路火 发泄出来 而香港走的路线 就是希望可以帮大家 吸纳一些新的资讯 新的知识 和一些不同的题材 可以令到大家 有所得着 那就变了 两边去 一边就是发泄 出火 火麻人 消毒 消炎 另外这边就是 这个知识的大宝剂 两边去走 希望我们可以照顾到 不同类型的观众 令到更多的观众 是喜欢看网台的节目 脱离一些传统的媒体 污辱你们的智商 令到你们的眼睛 蒙蔽了 看东西看得不清楚 想着想着想着 很稳稳稳稳稳 最近 很老实 我都出了一个帖 我也忍不住了 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 女士们 现在就看到所谓的 合拍的蜻蜓片 我觉得 如果当香港人 都喜欢追捧这些 权力斗争 公围剧 一班后宫佳麗 在互相勾心斗角 运用权术 你算我我算你 将中国人的阴暗面 推崇到某一个位置 就是 適者生存 弱肉强食 缺乏爱心 大家之间 只有你明真暗斗 其实我真的很讨厌 如果别人 放了工之后 每一天 这么粗劳 这么大的压力 仍然是要看一些 人性的阴暗面 丑恶的东西 遗落 我觉得是非常之弊励的 很老实说 为什么外国不是没有这些剧集 但是为什么我会喜欢看权力游戏 这些节目呢 但是别人做出来的东西 有庞大的制作团队 以及别人背后的信息 刺激力去思考 不是一面倒去歌颂一些 斗争赢了之后 那些圣者为王的心态 但是在别人的创作里面 也有很多的反思 说一些人性阴暗面的不好的地方 而不是一味推崇 人性阴暗面 是歌颂他们 歌功颂得 希望大家 世界很美好 可以看大自然的 优雅的地方 可以了解一下 生活的一些情趣 甚至室内装修的一些乐趣 玩具 带给大家的兴趣 各方面的嗜好 繁衍各方面的东西 文化上也可以有所得着 人生只有24个小时 如果浪费了大部分的时间 去看这些歌颂人性阴暗面的节目 是一件挺可悲的 这就是希望香港六点半的团队 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晰的脑根 增长有所智慧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最后我都要讲讲 究竟香港六点半是免费 全部免费 如你怎样为皮 我就会推出 香港六点半的 特别的广告套餐 希望做好的人流 多些人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老友记 想支持香港六点半的制作 可以和我们欺购一些 在香港六点半的节目的环节 或者广告时段 推广贵宝号公司 你们的服务 或者你们的产品 就是这样 我们就计算了 这个真的是出血价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大家只需要给 可以值1,888元 申请 ��可以一个月平均20次的广告 快要收到商工 如果大家想想想 iter 餐厅或者我有一个开渠的通渠服务 或者我有托移的服务 或者我专门请人请终点的 你都想我们的观众可以找到你们帮忙 不妨考虑香港六点半这个节目里面的广告环节 只是1888元 保证你每天起码有一张座位 在我们的节目时段里面播放出来 一个月里面有20次的播放 连续广告的制作 1888元 是一个非常商业的推广你们自己的节目服务 产品业务 甚至你说不是 我想要这个月里面 歌颂我自己的太太有多好的 买一个私人的广告 我都无人欢迎的 只不过1888元 连续广告制作 比你更便宜 吃一餐贵价的日本料理 但是你可以将贵宝号的服务 推广给人 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支持香港六点半的制作 同时之间也可以宣传你的业务 公司和产品 不妨打电话给我们 3955-8673 3955-8673 和WhatsApp去9810-8874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我们的业务的经理 我们的总监 Walter 就很快会联络你 和你去 欺商你们的广告套餐的宣传事宜 希望大家 了解 我今次想转一转 因为订阅 永远都养不了 人数肯付钱的人 始终非常少 我也不想行会员制 要大家付钱 情愿反过来 去试试一些传统的方法 希望大家 借助我们这个 MIHK的YouTube 里面有19万人 订阅了我们的节目 你保证有19万人 会看到你的产品 了解到你的广告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订阅这个1888的广告套餐 宣传你们的节目 宣传你的服务 宣传你的产品 同时之间 也能支援我们 制作香港六点半的 不同的节目的 制作费成本 那方面的东西 事不宜迟 我就交给今天的 亨利、四哥和Lano 开始他们香港开密Line 这个节目 而今天还有 时事即食面 和波sir主讲的一个 很有趣的 关于粤语的环节 就是叫做《越读越正》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 香港六点半 陆续会有新的环节加入 希望可以再丰富我们 这个时事的通识 这个网台时事节目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MHK TV 今天讲的就是这么多